我也沒有要去做什麼違法的事情 我們就是一群好玩這樣子 可是呢我不知道說報告出來 為什麼會這麼的偏頗 那我實際上我就是租了一個車廂 然後在裡面玩新來遊戲等等 就是這樣子 2012年2月19日 蔡玉琳上網揪了18名男子 一名女主角兩名女助理及三名男糾察 包下台鐵客廳車廂 模仿A片電車吃汗 犯了一場性愛派對 結果蔡玉琳被判刑六個月 一顆罰金18萬元 未成年女主角小羽被安置 其他參加者無罪 之後台鐵還提告要求登報道歉 日前一審判決蔡玉琳敗訴 有人就是寫說 我說我好像在挑戰國家機器 實際上我是這樣 我只是需要一個沒有司機的車廂 上個手銬這樣子 然後靠到警察局 然後我的電腦馬來就陳列 就好像你們在抓槍擊要犯陳列子彈那種方式 就一次這樣 就動了滿滿的一桌這樣子 搞得像重大型 你知道那個時候記者多少你知道嗎 幾道沒有辦法走路一樣 輿論一片踏法 唯有倖存團體聲援他 認為人民有情色集結自由 不容侵犯 一個成熟的社會和成熟的公民 應該尊重他人的私密活動 就算你不同意不喜歡 沒辦法接受 你可以批評可以非議可以說三道四 而不能夠利用法律的手 利用你正義的道德形象 來對異己進行歧視和迫害 火車趴參加者 多是高學歷30歲以下的年輕人 多數未有過群交經驗 他們興致勃勃 身體卻不聽使喚 就像做了一場春夢 絕大多數都是軟軟的 可能那樣慘的對他們講 他不習慣 我是可以硬 可是我就覺得 沒什麼興趣 雖然我是想要做的 可是這個慘的 實在沒有辦法讓我發揮 就開始推啊 這個變成俗辣 真的變俗辣了 真的一堆俗辣 這不是我來講 真的超俗辣 會有一點著急 沒面子大概只閃過一秒 剩下的就會覺得說 都來了怎麼不行 而且真的是想要體驗他們 就是說到底在做木合圍之下 真的成功的是感覺怎麼樣 但是事實證明是失敗 這麼有禮貌的退讓 真的會退讓是很少見的 我真的幾乎沒有看到說 你先你先你先 上去啊我不行了 就下來這樣 你們都是處男嗎 我就說是 我就很像一堆處男這樣 有一種大家一起成長茁壯的感覺 成年禮成年禮很像 火車趴轟轟烈烈 蔡玉琳的生活卻很平淡 自幼父母離異 她和弟弟妹妹 由奶奶撫養至國中畢業 便離家獨立 她與家人本就往來不多 火車趴之後更少聯絡 過年在這邊煮泡麵 自應人 對啊但是我煮的泡麵 不是一般的泡麵 它會有那個青菜啊 有罐頭啊 有蛋啊 有那種比較豐富的那個 對反正我過年我會煮泡麵 不過今年比較想煮火鍋 對因為每年都泡麵有點單調 蔡玉琳的性生活也乏善可乘 十幾年沒談戀愛了 她的理由是懶得去追女生 她當業務經濟壓力大 下班後回家上網打電動看小說 是個標準獨居宅男 對啊因為這宅男啊 因為你也不太會去什麼開闊什麼事 也懶啊 然後在家裡面好像也 電腦或什麼也很方便 所以就沒有再去住什麼 我生活就一直都很平淡這樣子 火車趴改變了她的人生 她才發現自己承受不了 這也是我本人生病第一次犯法 也是最後一次犯法 而且沒有確認的 她的心靜 她就成為了 還有女子 也有她的心靜 讓她想加入